為了學組新住民 嚴敬到農利臺灣社會 倫北國社特別向台中 教友台下學組辦理 專家前一次 新住民賴貼圖的庫庭 讓新住民或是新的專長以外 也能將自己國家的文化 設計到賴貼圖裡面 不管是興趣的費用 也就是文化交流 都是一間真有意義的事情 學員一邊專心 聽到老師上課一邊做記錄 這些學員都是新住民 為了培養興趣和專長 特別來教倫北國社 上課做LINE貼圖 今天來LINE貼圖的課程 因為覺得是這個課程很新鮮 很吸引我 然後我想要做一組貼圖 屬於我自己的 然後可以用在教學上面的貼圖 為了協助新住民 可以進化用力臺灣社會 倫北國社特別和台中 教友台下學組 本來全國第一次的新住民 LINE貼圖課程 也會將自己國家的文化 設計到LINE貼圖裡面 這次比較特別 算是全臺灣第一次 針對新住民的老師 來訓練原創貼圖的課程 我們希望讓老師在這個課程裡頭 學會製作貼圖 並且可以結合他們自己當地 像我們這一次有來的有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有泰國 印尼 就是來自各地不同地方的 這些新住民 他們可以結合自己國家的文化 然後來跟大家做傳遞的動作 就是辦理這樣子的演習活動 製作就是屬於他們專屬 具有這樣子文化元素的貼圖 來貼近就是跟新住民之間的這個連結 雖然新住民在國內的零售是越來越多 配合新南鄉進職 不然在12年課程裡面 政府也這次推動 各種小的新住民議員到合 所以這次來上課學員 也是未來以後要去學校立志的老師 主要就是我們上課的對象們 他們都是未來要進入到 學校端的教職老師 那就是部裡面他就是有研發很多種 就是增加他們的基本的技能 職能 然後能夠未來運用到 學校的那個教學的這個部分這樣子 我早期在教育裡 大概差不多三四年的經驗了 對 目前是自己在家裡開店 然後有課堂上辦了一些那個性能 像政策印尼語的時間在翻譯 是的 在婚姻館 目前新住民的朗塑 是超過一般五千個 期待在政府和國黨委員的努力之下 可以漂作新住民 更加努力台灣的在地生活 記者的頂部員 蔡鳳博當